因为我们看这个民调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 最近这个旺东集团 毛起来杀郭台铭 郭台铭的民调一定会掉 不可能不掉 可是不可能掉那么多 掉到10%以上 这非常非常奇怪 所以很多人就说 其实是这本民调 把柯文哲跟郭台铭的 实际制度名字对调 就是这24.7期是郭台铭的 这20.4应该是柯文哲 跟你说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过去国民党也搞过这样的事情 连赞跟宋楚瑜的民调 当时你是当事人 怎么做做出来 成交给党中央给连赞看的民调 他们就把宋楚瑜跟连赞对调过来 连赞一直以为自己会赢 对这个我先讲这个民调 我不觉得说美丽岛电子报 戴利安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 但是你说他中间有没有引导 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大家都觉得这个民调 出来怪怪 那我根据多年选举经验 假如你觉得民调的数字 听起来怪怪的 跟你在外面的社会经验 不太相符的时候 你还是相信你的直觉就好 千万不要太相信 所谓的科学的数字 那我们刚刚讲说 那个2000年的事情是这样子 这个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这个国民党都有估票 所以省党部估票的时候 送第一名 四十几% 然后扁第二名 然后三十几% 连第三名 二十几% 对 省党部送出去的报告 我没有拿到 好 那虽然我们那时候在送这 但是我们还是有拿到 然后 就看到 好不错 可是到了 送到上面给主发会 主发会出来报告的时候 诶 数字一样啊 为什么名字不对了 他改抬头了 对 因为改数字太麻烦了 里面所有的数字要改 还没办法改 干脆把名字给他改了 连变成第一名 送变成最后一名 从此以后往上 送上去了以后 所以到最后面 那个马英九说 我开了十分民调啊 他害死马英九了 对 我开了十分民调啊 都说那个连赛会赢啊 那搞不好 所有送上去的东西 通通都是这样子被改过了 对 好 所以这种东西在政治圈里面 或是在政党里面 这个常常都有 对 那一点都不稀奇 但是这个民调中间 会出现这么离谱的状况呢 说实话也是令人好奇 我这样子讲好了 郭董呢 应该不会 不会掉到这么低才对 而且你仔细看他的交叉分析 那个里面其实有很多bug 很多bug 比如说郭董在其他的地方 可能有十几二十% 对 可是到了那个云加南地区 只有九点二% 是 其他都是两位数 他这变成了吗 只有一位数 完全暴跌 那我们就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好 那照理说郭董在云加南地区 应该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嘛 然后 所以 所以他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中间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bug存在了 好 那么 这个 而郭董最近的确是有犯了一些错 对 好 那么 使得他生事稍微下来 他也没有确定 对 好 那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的结果 也 也 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 说 柯文哲会突然爆 爆震到那么 什么 二三十% 我们选战打很久 看很久 一个事件能够影响两%三%民调 已经算很了不起 其实我觉得组合二 那个柯文哲可以有三十一% 我也是觉得 也是很质疑 对对对 我也很质疑 因为柯文哲的支持度 差不多就是十五二十 对 大概几乎没有超过二十的 说他突然因为某一个人 不对盘或怎么样 那就会跑到 国民党的票就会大批跑过去给他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问题 是 好 非常谢谢坤哥分析 我朋友一下 我就是要问你 我先问你一件事 这个很奇怪 六月表态选总统是最佳实际 侯友宜先进到先马 公共住房 这个民调有个大变化 就是侯友宜现在没讲话 侯友宜现在没讲话 他的制度就稳在一个地方 可是不管是六月 五月或四月 或者讲出ESI度的时候 那会产生一个大海啸 这个民调可能会变动 所以余曹老师你怎么看 先讲朱立伦的部分 朱立伦有主场优势 朱立伦有时间优势 朱立伦有两岸优势 所以说以托待变 当然是朱立伦 当然是朱立伦现阶段的大战略 但是以托待变人 不是只有朱立伦 还有侯友宜 什么意思呢 由于现在 大家有个出头鸟叫郭台铭 郭台铭现在显然成为 蓝媒 红媒 或是蓝营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共同围殴的对象 那么侯友宜的策略 不是只有以托待变 侯友宜的策略是什么呢 他就继续好做事吧 什么意思呢 战必其风 战必其风 然后干嘛 等待东风 所以说想是说 当然如果朱立伦盘算 他没有起来的时候 朱立伦 你有这个 求证跟人证都有你的 你要是拉不起来的话 那么应该可以让我被征召吧 所以从民调结果来看 我第一个本来讲说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 我还以为是某基金会 做的民调 柯文哲这么高 第二件事 这个我也不能说是 策略性民调 但是你也看得出来 这份民调谁是受伤害的 郭台铭 谁是受益的 侯友宜 谁是基本上比较无伤的 朱立伦 朱立伦民调低 基本上只要他不要被人家 继续再说怎么样 出局了 已经没有可能了 那么朱立伦可以豪诊以辖 所以我们大概看得出来 现在网友说的蛮对的 虽然有人要叫我回应 那个Alan 民进党没有这问题 比如说带那种风向说 陈建仁跟赖清德 不要再带这种 你代表你根本不了解 台湾正情吗 你就小粉猴 所以回去你的祖国 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意思就是 政治好险恶 永远都是联合 是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当郭是现在所有人 共同敌人的时候 郭得要倒霉 所以现阶段就让侯友宜 可以放一些风声 说其实朱立伦也没那么自私 朱立伦也可以大局为重 最后只有一个结论 我要讲大局为重的部分 虽然看法跟张应善差不多了 但各位想想看 我在三立很多节目 早就讲过了 国民党年轻人 要走出自己的路 大概就像李正浩这种 离开 说真话实在很痛苦 要不然就要祈求 上辈子烧香 我这辆路有点偏坎坷 投胎 再来就是压队宝 否则永远年轻人出的时候 各位看会投名状吧 真正投名状 是那三个老人好不好 谁威胁他们呢 他们就不用杀人 也不用说什么 什么什么外人乱我兄弟者 兄弟乱不用不用不用 只要有李正浩这样的人 只要有许晓星这样的人 只要有罗志强这样的人 他们自动变顾宝明 自动变长风 他们觉得威胁我既得利 平常勾心斗角对不对 这个水里来火里去 或是高来高去 只要有年轻人出头的时候 所以我早就已经预料 许晓星的下场了 什么意思呢 一定被戳掉了 给了理由呢 基本上也没有多高端 给了理由就是呢 当年呢 干掉侯秀座的理由 大局为重 你看词汇 很熟悉吧 房砖条款 大局为重 我觉得朱立伦民调不行 但他想名字算是很厉害的 同舟计划 房砖条款 大局条 他其实蛮会想名字 他就说其实也没什么会想名字 他能力不怎么样取名 党内斗争呢 基本上复制贴上 2015年发生的事情呢 通杀 只是那时候杀的是谁 杀的是洪秀柱 现在呢 叫做呢 东施孝平或是向庄武剑 向庄武剑对小鬼 但是呢 真正要对付的是 侯友宜这个老鬼啊